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一架运酒电子侦察机 好 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地理位置上面 8月26号的上午11点半 进入了日本长崎县男女群岛附近的日本领空 时间呢长达了两分钟之久 好 针对这起事件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防卫大臣他做的回应 他在8月27号这一天回应 抗议说中国的军机严重侵犯日本的主权是完全他无法接受的 纽约时报也针对这起事件做一个分析 他说这是大陆在东海的大陆棚向日本划定的领土边界 发出的挑战信号 男女群岛小档案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 它是位在大陆对东海大陆棚主权伸索范围的一个边缘 过去呢其实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对东海的主权伸索 主要锁定在的是钓鱼台 这一次发生在男女群岛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特别解读这个地方 会成为未来中日东海纷争的新热点吗 委员你怎么看 这件事情对日本来说就是活该两个字 就是说原本其实不干你日本的事情 我相信原本中国大陆也不打算干这样的事 可是呢你日本闲着没事去管中国大陆南海的主权干嘛 菲律宾到底干你什么事 你去给菲律宾这个站台 去给菲律宾战胜说如果发生了事情 日本也不会做事不管 那你既然不愿意做事不管 你插手到中国大陆南海主权来 要中国大陆不过在东海的主权伸索范围内 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这也不过刚刚好而已 中国大陆做这件事情 我认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醒一下日本 你不要以为你家周边没事 你手伸那么长伸那么远干什么 你既然要手伸到南海去管我南海的事情 我就在东海给你造成压力 那你要不要先处理一下你东海的问题呢 钓鱼台问题都还没有处理完 我现在再加一个男女群岛问题给你 你日本不管再怎么在这边蹦跳 再怎么这边大声的呼喊 你敢动手吗 显然也没什么好动手的 你也不敢 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觉得对北京政府来说 他已经受够了 就是美国 日本 然后不断地借由南海 借由中国大陆周边的这些国家 来进行挑衅声势 所以既然这些国家 不断地给他制造困扰跟麻烦 他现在也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其人之身 那我也给你制造一点压力 对你造成一些困扰 你美国除了要去雇菲律宾之外 别忘了你还要雇一下日本 因为东海这个地方 可能也会有主权冲突 那你日本为了雇你的东海 你总没有时间 再把你的船开到菲律宾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对中国大陆来说 他只是一个战略上的操作 那么他要让美国跟日本知道 说他手上并不是没有筹码 他也要让日本清楚地了解说 他对于日本一再地去介入 南海主权这件事情上 他的强烈的不满 以及他可以采取的一些报复策略 好 这是中国大陆 针对这起事件 一个战略上面的操作 简单就是说他受够了这样子 我们针对这起事件 我们来看到几个评论 是来自以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 做的一个分析 他说中国大陆这一次的动作 是有针对性的 是计划性的一个行动 主要就是针对 我们要特别关心到 就是7月4号发生的这起事件 当时日本的梁月号护卫舰 就进入了中国领海 所以针对这起事件 做了一个回应跟警告 这是中方的态度 好 另外来看到 纽约时报也做评论 他说这是中国大陆军机 注意了 是军机的部分 而且是第一次进入到日本的领空 NHK则是报道 先前过去确实有发生过 两次类似的事件 但是都是非军用的飞机 侵犯领空的事件 第一次在2012年 中国大陆的国家海洋局的 固定翼飞机 2017年当时也有另外一起事件 好 进入钓鱼台的领空 但是我们刚刚说了 这是中国军机首次公然入侵日本的领空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 是对中日的关系 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甚至是说冲击 那运九这一次进入的日本领空 就可以和 刚刚我们提到了 梁月号当时7月份 护卫舰进入中国领海事件 这样算扯平吗 大家都有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还是后续可能会有其他争议 华干哥 思平你知道梁月号是什么样的军舰吗 什么样 梁月号是6800吨级的重型攻击护卫舰 你已经跑到前塘江口了 如果你再进来的话 中国可能是不能够用驱离的方式的 所以梁月号是一艘大船 你7月4号侵入到我们前塘江 你进入到我们等于是 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海的范围之内 我竟然没有发射飞弹打你 今天你说我这个运九 8月26号的时候 飞到你的领空外面 只停留两分钟插到边而已 运九是一架没有武装的飞机 今天我们严格来看这件事情 究竟是你梁月号比较严重 还是我们运九飞过去比较严重 所以扯不平了是不是 我说一句实在话 中方已经很克制了 因为你运九本来就是一个电子侦察机 不过说一句实在话 它飞到那边的时候 你知道左士堡军港都很害怕 为什么 它就是要来搜左士堡美军舰艇的参数 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参数 你什么时候出来 你的潜艇 什么时候下去 你所有的数据 它都可以收的 这就是电子侦察情报机的功用 中国操作运九已经非常多时间了 它飞到那边去的时候 其实日本都知道 但这次只是插边了两分钟而已 然后你就觉得大惊小怪 内阁官房长官 那林芳正说 这非常侵犯了日本的主权 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你梁月浩进入到 我们浙江外海 前昌江口 那又怎么说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事情 你要双方面来看 而且你知道 日本智卫队今年的防卫厅的报告书 它竟然在它的封面 印了一把什么东西 日本武士刀 从来不会这样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宣示 就是宣示 我们现在日本 智卫队已经不是无暇阿盟 有必要我们在海上跟你较劲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 这就是双方必须要克制 当然日本本身 他们国内是在克制 就是国会他们都在克制 可是中方也讲 如果说你们觉得 你们这样侵入我们这边 是没有关系 而我们的军机 我们甚至不是战斗机 你的反应却这么大 来观众朋友 你自己评评你看 这样到底对不对了 好 针对这一起事件 大家也在关注说 那目前第一岛链的紧张态势 还有两边对这个地区 第一岛链的重视 现在的军事部署 进度又到哪里了 我们先来看看海上 等一下再来看空中的 这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说在去年 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地区 各项演习的花费 先来看到总金额达到150亿美元 占国防预算有达到7% 那中国大陆的部分 海军在第一岛链周边航行 达到了7万次 出行达到了170万小时 包括在南海东海跟台海 这当中当然是南海占最多数 空军的部分 台海的部分我们先来关心 是共军的歼10 轰6还有它的无人机等等 就超过了9200趟 而且时速也相当的高 快要达到3万小时 美军的部分 现在也在第一岛链 部署一些先进的武器 那接下来会看到 可能会派的是6架的MQ-9无人机 进驻在加首纳地区 我们看到是中国大陆 不断强化它的第一岛链部署 同时也是在试探 美军保卫第一岛链的能力 跟底线吗 第一岛链擦枪走火 现在目前看起来 好像风险已经越来越高了 这个是无法避免了吗 庄老师怎么看 是的 尽管我们身处第一岛链 但是你问起一般人 恐怕也讲不出个说理然来 那所谓第一岛链 就是从千岛群岛以南 一路从日本 韩国 台湾 一直到菲律宾 马来西亚 雯来 越南 这些印尼 这些周边国家 所形成一个链条状的岛屿地带 当然有第一就有第二 第二岛链只是像关岛夏威夷 这样的一个链条状的岛屿 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只是一个地理位置 我们要从冷战说起 因为1950年代冷战以后 共产跟民主阵营 互相拉帮结党对抗 那第一岛链就变成封锁苏联 跟当时中共政权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地理优势的区位 但只有地理优势还不够 当时第一岛链 美国还结合了这个外交上的结盟 跟这些国家都是盟友 另外也提供这个军事援助 或军售 甚至还有驻军 那我刚刚特别查了一下资料 目前在日本的美国驻军 驻日美军还有三万五千人 大概二十几个大大小的基地 在南韩呢 还有这个两万八千个驻军 也是二十来个基地 那菲律宾只有四个基地 但是象征性只有三百人而已 所以对美国来讲 这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做封锁 围堵 特别是拜登政府 从先前喊出 从反亚太的口号以来 这是一个作为 那中国方面 随着国际整体成长 经济军事实力 以非其日无下阿蒙 这也是他们大国博裕 必须对抗的一个 对抗封锁的一个步骤 所以双方在这边就有一些冲突 不过呢 有一步我们必须了解到 就是说国际舆论很重要 尽管中美双方在 第一岛链周遭 频频有一些 这个互相校正的一个 局部性的一个对峙行动 但基本上为了避免 在国际舆论上居于弱势 都还是恪守国际法 不宜运违反国际法 比如说这个 中国恨得牙痒 美国的这个飞机船舰在南海出没 美军一样也是没有侵入领空领海 只不过是在所谓的这个 经济海域 或者是防空识别区里面活动而已 因为怕弱人口实被对方抓到把柄 这还是不会开第一枪 因为开第一枪 整个国际舆论就弱掉了 那我们从先前 这个中国跟菲律宾的 这个南海冲流来看 事实上表面上看是 中国大获全胜 然后呢 大汉天威 我武为阳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国际舆论的话 反而同情菲律宾 因为他们有法理基础 而且呢 这个周遭的国家也比较同情菲律宾 所以中美双方都要特别注意国际论 那么最后我们要了解到 就是说 双方的这个对峙冲突 比较偏向于一种礼尚往来 来而不往非利 今天你对我这样举动 我不讲两句话 不做一些动作 就被你这个看晓了嘛 那至于如果我们刚刚讨论标题 就是说中共有没有在试探 美军保卫第一枣链能力跟底线 当然不排除 但从表象上来看 最大用的还是在于礼尚往来 那特别是呢 由于AI技术的先进呢 可以注意到最近有不少冲突 就是无人机在对抗 对 那最主要理由就是说 万一真枪实战 有被击弱或是被俘虏 会造成国内外压力 如果有死伤被俘虏的话 所以频频看到无人机的对抗 万一有什么这个后果的话 也比较能够承受 是 谢谢老师 双老师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战团球大将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